画面中可以看到白纸上写满密密麻麻的字 每一行内容还都一样写着 我会用脑思考用智慧判断事情究竟该不该做 原来这是基隆市仁爱区某间国小的老师 要求上课不专心的小朋友的罚钞内容 还规定要抄写一千遍 让学生写到手软产生了排斥感 其中有家长看不下去像是议员投诉 质疑这样的惩罚方式 对孩子的实质教育意义不大 对此带应听校方的回应 针对学生罚血一千遍的事件 教育处处长表示 老师应该要考虑孩子的性格和状况 做出适合的处置方式 就算要罚血也应该要符合比例原则 会在和校方进一步了解实情